唐錦藤教授 我們今天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唐錦藤教授 跟我們講一下中國繪畫、書法 四個三種藝術的密切關係和歷史 同時他亦都會分享一下 他自己在創作上的實踐和體驗 在開始之前 都先簡單介紹一下唐教授 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 之後亦都獲得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他亦都在系內任教中國藝術相關的課程 擔任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導師超過25年 現在亦都是擔任大學藝術系的禮任副教授 他亦都有擔任香港康文署、博物館、專家顧問 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等等 《孫刻書畫》他私承於姚忠兒、楊善心、唐紅 以及葉努淵等名家 他都參與超過250多個本地和海外的展覽 並且獲得多個藝術的獎項 以下下來 我就將時間交給唐教授 多謝大家 歡迎大家參與今次的講座 線上的朋友也四個哈佬 今天我要講的課題就是 《藝術cross over》 《中國私書畫》 其實這些是藝術cross over 好像很modern 不過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名詞好像較吸引一些 其實沒有東西的 主要就是講詩、書、畫這三樣東西 他們相互之間的關聯 或者相互的深融合 我們首先會知道 詩、書、畫本身的情況是很不同的 譬如詩本身是一種語言藝術 或者所謂的時間藝術 書法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書法它既有文字 即是好像詩一樣 它是有文字的 但它又是有圖像的 因為它有線條、有空間 所以這個書法其實某程度真的很特別 它既有語言又有圖像的一種藝術 怎樣這三樣東西融合 或者互相互補 或者互相吸收學習呢 我們用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這三樣東西 ABC有些甚麼可以融在一起呢 就得出九種 譬如以詩做一個本位來計 書和詩、畫和詩、書、畫和詩 如果以書法做一個本位 就是詩、書、畫和詩、詩、畫、書 最最後就是以畫做本位的 就是書、畫、詩、畫和詩、書、畫 其實就是有這九種互相的融合 第一種書和詩的融合 第一種是書和詩的融合 最簡單的 我們說的詩是本位 即是以詩做一個本位 書法是怎樣侵入去裡面 或者融合去裡面呢 書與詩呢 我們最簡單就是詠書法的詩文 即是有些詩是詠書法的 好像我這裡舉例的高閒上人 即是張姑的高閒上人這首詩 它裡面就是講高閒大家知道 即是寫有千字文全世的 是唐代一個憎人是書法家 張姑就是有詩是讚頌他的 裡面講什麼難窮至永留 劉著漢銀勾或者不絕欺之法 這些都是一些詩 去有關書法的詩 另外譬如韓語的石古歌 即是講石古文 石古歌它很長的 我這裡抽了一段 這些都是詠書法的詩文 即是以詩為本位 如何將書法融入裡面 第二種就是論書詩 論書詩是更加直接的 即是透過書法來去論 就不是永這麼簡單 譬如好像劉蓉 他有論書絕句 其中他就講蘇王的書法 蘇王皆氣本天真 孤舍風之不染塵 不怨勿風家入妙 無窮機族出青身 因為這類所謂論書詩 其實是很多的 在歷史上的 甚至近代譬如啟宮都有 或者我的一個老師 馬國權 他都會有很多論書的詩 但這些都是詩來的 即是它不是書法來的 好了,畫和詩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提畫詩 先頭是論書才是提畫詩 但提畫詩這件事是比較特別的 其實這就是和我最後要講的詩說話 三者融合很有關 所以這裏都稍稍說一說 提畫詩就是一種用畫為題來作的詩 它的內容可以透過畫來去讚人 亦都可以講畫理 或者借畫來去書懷、發議論 講義來講 一切和繪畫有關聯的詩 就已經是所謂的提畫詩 它可以是一張畫 亦都可以有一套畫來去寫的詩 甚至是畫家的讚 再闊一點 它可以包括詩、詞、曲複 都可以鮑入這種提畫詩裏面 合意就不是了 就是指你提寫於畫上的詩 即是直接在那張畫上的你寫的詩 那些叫提那詩 這樣就分開自題和他題 譬如你畫了一張畫 你自己提自己那張畫 那就自題 他題就是有朋友幫你提 或者老師幫你提 那些就是他題 它都基本上是透過書法的媒介來寫於畫上 但不經如何呢 這個也是詩來的 它不是書法 它又不是畫來的 它是詩來的 所以這個本位是一個詩的本位 有人將全唐文、全唐詩的典籍 將它合成分類 這類的詩有些是叫畫讚、題畫詩、論畫詩、話題、畫記 這些全部都是歸入一個所謂的題畫詩的範疇 在南宋的時期 有一本書叫聲畫集 就是緝目了在宋以前的詩人有關題畫的詩 緝目了在裏面 而清晨邦厭甚至將清以前緝目了他們的題畫詩 就是那些詩人的題畫詩 最早就以唐最早 題畫詩的特點 因為一般的題畫詩 他的目的是題畫 所以他一定要善法畫的程序 這個在人物畫或山水畫 他們的執重點都會不同 如果人物畫就會比較重視書懷表意 山水就很重視那種異景 花鳥很多時還有一種如意、一種寄託在裏面 畫和詩的關係 更加重要就是詩裏面有畫意的空間 郭熙說詩是無形的畫 蘇式說詩中有畫 一個最出名的句子就是王維那句 明月從間照清泉石上流 本身這個詩句就已經有一種畫面在裏面 這個很多的 我隨便拿一句出來大家知道 剛剛所講過 就是全部以詩為本位的 他怎樣跟書和畫的融合 當然第三種的融合就是書、畫、詩 其實是一樣的 總之他是詠關於書、畫的詩 就是書、畫、詩 第二個我們就是以書為本位來看 以書為本位的時候 他是怎樣跟詩結合呢 最簡單就是你書寫詩文的書法 就是以詩來作為內容的書法作品 這個我們就說是以書法做本位 意思就是以書法做一個最本質的來計 他就是用詩或詩文來做內容 這一張就是王廷堅的花氣婚人帖 花氣婚人欲破蟬 心情其實過中年 春來時師何所似 八折灘頭上水船 他主要是有朋友叫他禍詩 他就說很辛苦 好似八折灘頭上水船 很難禍到 寫了一首 這張書法很出名 當然你寫很多 譬如你寫《琵琶行》 你寫《陶潛詩》 這些全部都屬於詩與書的融合 那畫怎樣跟書法融合 畫與書的融合 它本身就是書法 但畫怎樣融合在裏面 最重要就是畫化現象 畫化現象即是那張書法作品 是有很多畫的元素在裏面 包括造型、質感、墨色、空間 甚至色彩 因為書法本身有具畫意 它有創造性 而且書畫同源 它是大家都同一種工具 所以它可以有這樣的融合 其實最簡單就是 這個是《月王勾展劍》 你看到它寫了那八個字 就是《月王勾展》自作用劍 這些是鳥松選 即是它的選書加入了鳥松的形象 所以這個書法就是畫化了的 這個字體已經是這樣的融合 其他好像很有名的《字序碟子》 大家看上去整個畫面的感覺很強烈 線條的變化或乾濕是很強烈的 即是畫多畫少 書法家有些都會有一種 將書法畫化的情況出現 除了它 譬如這個《王勾》 《王勾》這張作品在日本收藏 你看到它用了一些橡墨法 其實這些墨式的變化 如果傳統的書法 其實墨式的深墨就是這麼多 但到後來多了一些用濃淡不同乾濕的墨力去寫書法 這其實都是一種畫化的現象 即是將畫這種因素融入書法裏面 這是日本近代有很多這類的創作 這就是漢墨生崖四個字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四個字來的 是埃字 即是三點水的埃字 漢墨生埃 你看到它這個 它寫是寫了四個字 但你會留意到它是用了很多抽象畫的效果來擺進去 這種其實就是將書法畫化了 這個也是日本人寫的 就是崩壞 崩壞兩個字 是草書來的 當然它又加了很多乾濕的脆味 墨式的脆味 以及空間的脆味 線條的脆味 是將它畫化了的 這個是中國的一個書法家 過身的所謂抽象書法 不過你問我 我不覺得是書法 我是覺得畫來的 因為書法最基本有一件事就是它是文字 它是傳遞了一個文字的內容 如果它沒有了文字的內容 它純粹是一些線條 純粹是空間乾濕 這個就是畫 就是你最多說 你用的是水、墨 所以你說它是書法 但其實它書法 以文字為再看這件事 是一定要具備才叫書法 所以其實這一種其實是一張抽象畫來的 抽象畫什麼都可以 你用油彩也可以 你用水、你用墨 你用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其實嚴格來說 我不覺得是書法 不過告訴大家 就是有人會將書法畫化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其實已經脫離了書法的情況 我想好像早幾年就很流行 有很多書法的 搞很多 譬如當代書法 或者現代書法 搞很多那些書法 譬如有些書法 它就是用設計 或者用影片來做一些 做了之後它說是書法 其實不是它是設計 只不過它用書法的內容來做設計 或者你跳舞 那個人跳舞用書法的形態 他用了書法的內容來做跳舞而已 所以我們講的本體 其實本體是什麼呢 這個本體是影片就是影片 等於你用烹飪藝術這件事來拍影片 你不可以說這個是烹飪藝術 你只能夠說這個是影片而已 所以我想我想那個分的本位的意思就是這個原因 畫第六個項目的混合就是 書法做本位然後畫師加入書法又怎樣 我只找到一張 就是米斧的這張山蝠帖 他當時寫了一段東西 他說收到張藥由天皇上有涉跡的題 是同一個物 然後他收了一個珊瑚的枝 他就整了一個座 變成一個筆架的東西來的 他寫寫到最後最後 興起就直接畫了那個珊瑚枝 下面那個寫著是金座 最後他還提到一首詩 什麼三枝,朱草,上金沙,來自天枝,折霜 這個很有趣的 他本位是書法本位 我們不會說他這張是畫 但他裏面是把畫整了進去的 不單止他整了書法進去 還整了一首詩進去 在鐵維山重談那本書裏面 他都有提過米忽曾經 寫給蔡經的一張書法 掃說自己顛配流離之苦 在這裏講的過程 隨手畫了一隻小船 這些我都覺得和這個很相似 它是一張書法 不過他在裏面沈入了畫 沈入了詩這件事 好了,書法本位 詩的本位我們講完 我們現在就講到畫的本位 畫的本位就是 第一種就是書和畫的連繫 最簡單就是書法家的形象 擺入了在畫裏面 這些全部都是畫 前選的希之賞俄圖 即是王希之賞俄 這是王希之前面有些俄 這就是將書法家的形象擺入去 第二種就是以書入畫 即是用書法的因素擺入畫裏面 最常用就是我們所講的 就是將書法的線條 融入在畫法裏面的用筆裏面 譬如這個很出名的 就是趙孟虎的《梭林秀石圖》 因為他很提倡書畫是相通的 你看到他後面提了字 石如非白,木如袖,寫足還衰,還於白髮通 若也有人能會此,方之以書畫本來同 意思是畫石就好像非白書 即是非白書是書法的一種 即是很多乾筆的 木如袖,袖即是大選 是很古絕的,很倉敬古絕的那些雲筆 寫足還於白髮通,即是你要畫足 你要解帝算行草也要通 如果有人明白這件事就知道書畫本來同 所以如果你看回他的山石,所謂非白的畫石 那些木比較枯絕,好像大選 這就是趙孟虎提出的書畫同源的其中一個很重要 第八種我們要講的就是詩與畫 詩與畫就是怎樣呢 你那張畫可以由文學家的形象擺進去 亦都可以將文學的活動場景擺進去 或者將一些文學作品 就直接將它畫成畫 第四個情況就是在畫之中有詩意 總之那張畫是很濃的詩意 它與詩的結合就是這幾樣 所謂畫本位這些全部都是畫 文學家的形象,梁太有李白行淫圖 將李白那種形象表達出來 副寶石有赤壁之由 那個戴著那個帽中間那個就是蘇東波 東波帽 文學的活動場景,例如韓訪的文圈圖 在沉思怎樣創作 這個就是文學作品來畫畫 這個我們又叫做詩意畫 即是它是畫 將一些詩文作為主題去創作 這張不知大家有沒有看 在故宮剪的 《樂臣庫圖卷》 這個是送無本 這個就是樂臣 它是一個長卷 這個就要表達樂臣的奇形也 偏若驚雄,軟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 彷彿是若興雲之閉月,飄飄是若流風之回雪 遠而望之,苟若太陽星朝霞,迫而察之,卻若美扶他出陸波 不知大家能否感受到這位畫中人 是否真的這樣做到 這個就是樂臣庫 這個就是趙葵的《道府詩意圖卷》 《道府》有一首詩叫做《葵記立良,晚輯如雨》 就是樂日放船好,興風生浪池,竹心留客處,何靖立良士 這兩句是很有名的 它基本上就是用這個詩意畫這張畫 最重要就是它要畫到竹心留客處和何靖立良士 你看到這裏,一層一層的深入,即是做到一個竹心 這是一個手卷來的,打橫 一層一層有條溪,很清雅的地方 去到最尾那裏,最尾那裏左下角 看不見到有人在那裏,有把線在那裏幫他撥 那裏是立良士 前面那些一圈一圈那些就是何花,何花就是圓形的 它就透過這裏點了題,將那個詩意表達出來 這裏再深入一點,這是一個手卷來的 還有這個驅角夫人尤春圖,他就是將杜甫的麗人行畫出來的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好,符浦石都是畫過的麗人行,一堆這樣 這些都是琵琶行,白居業的琵琶行 沉陽江頭夜宋黑,楓葉迪花秋七室,主人夏馬克在旋 舉手若有無管言,很長很長的,我小小就背 好,你看到這個,中間這個就是白居業, 即是他要被貶,他要出行了, 一路前面去,主人夏馬克在旋,在左邊那裏 其實就是有一艘船,原書就是 說他忽聞琵琶,即是岸上琵琶升,就是指這裏 《遺見江心秋月白》,最後一句就是 《座中一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三室》 即是琵琶行,他就用一個長卷去表達出來 《遺見江心秋月白》,明代各許都有個琵琶行圖, 他就博猛,就畫了白居業和彭琵琶的女子, 接著將琵琶行寫出來,然後就完工, 比起先頭籌英那張,長卷清綠重彩,一個極簡,一個極凡, 都是一種我們叫做詩意的畫,即是以詩或文作為一個主體來創作的一種畫 除了剛剛說的,還有一種就是畫中有詩意這件事, 即是畫的本體,詩如何融入去裏面,它就是以畫中有詩意, 譬如在《黃公王》的寫《山水訣》提過, 畫要靜,詩要孤,即是畫要有那種的正義, 其實這種就是詩意,畫有詩意的情趣, 要有障礙之意,言愛之美,所以郭熙就說, 畫是有形的詩,蘇式就說畫中有詩,即是說王偉, 北宋的畫院,即是畫學大興成立了畫院, 他們有考試,他們都有些試題,其中這幾個都是當時的試題, 《達花歸去馬蹄鄉》,《野水無人道》,《孤州盡日還》, 《竹所橋邊賣酒家》,《亂山藏古誌》, 據說當時《亂山藏古誌》,很多人去考試,很多人去寫, 到最後拿獎是誰呢?就是他畫了很多的深山, 接著就畫了一個僧人在溪那裡筆水, 即是他沒有畫到古紙出來的,其他考心, 每個人都畫到重重疊疊的山、鶴,又畫一些寺廟, 但這個人沒有畫寺廟,他只是畫了一個僧人去筆水, 就表達《亂山藏古誌》,《達花歸去馬蹄鄉》, 這個也是很難畫的,拿到獎,即所謂考到的那個, 他就畫到一隻馬,然後在馬的腳附近有些蝴蝶追逐, 即是蝴蝶在馬那裡追逐,這就表達了那種香,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宋人很重視這種思義的內涵, 這個王衛就出了名,蘇東波就說他畫中有詩, 詩中有畫,如果我們看王衛這張雪茄圖, 大家都應該明白他追求那種所謂的畫意, 甚至有些閒意,這張畫到現在都不知在哪裏, 是曾經出現過,然後都不知流到哪裏, 大家都只有這張圖,應該是這張照片, 譬如好像這張是馬倫的炳足夜遊圖, 其實這張是沒有說他畫哪首詩, 他沒有說,但後來那些人去推測他畫什麼詩, 這就是蘇式的詠海堂詩, 東風鳥鳥,范崇江,香霧空蒙月轉郎, 梓孔夜深花碎去,顧燒紅燭照紅莊, 即是怕那些海堂,夜晚那些海堂睡覺, 所以他就特意點起那些蠟燭照著他們, 讓他們不要睡覺,你看看這些地方, 一枝枝那些就是紅燭,這些就是海堂, 這就是李堂的座石漢雲圖, 王偉的中南別業有這首詩, 其中最尾尾的兩句很出名的就是, 行到水窮處坐漢雲起時, 你看到這裏後面有些雲升起, 你亦都見到有兩個人在前面坐下看雲, 即是這個,這就是行到水窮處, 為何是行到水窮處, 你見到他脫了一隻鞋在洗腳, 即是行到水窮處, 因為如果還要行,不會洗的。 這個是馬倫的暗香疏映, 他亦沒有寫到是畫哪首詩, 但那些人去追尋的時候, 他表達到那種詩景, 林浦有一個山源小梅的詩, 其中有兩句亦都很出名, 就是疏映橫邪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你會看到他畫這種, 疏映橫邪就是指一兩支的煤, 那些水很清和很淺, 暗香就是在說那些煤化, 浮動月黃昏。 他為何表達黃昏呢? 即是黃昏越出, 他就是用下面那個, 有沒有看到那個頭影, 有些竹的頭影, 即是你上高有月亮, 他才會有頭影, 他就是用這個頭影, 煤和竹的頭影, 表達那種月黃昏的意思。 譬如這張野蔬草叢, 其實他就表現那種很靜, 那種好像天地間大自然一瞬的停靜, 靜下來的那種美, 那種所謂詩意。 所以你看到這張作品, 其實它很簡單, 有一棵不是很默默的菜, 有幾隻昆蟲, 他們好像別有一種異景的世界在裏面, 那這種就是他們的所謂畫, 怎樣具備那種詩意。 那這個是局部。 其實詩和畫結合, 西方都有的, 西方都有的, 他們也會有一些詩去詠一些繪畫。 這就是薪里桑曉耀的《夜晚》。 這張作品就是《夜晚》。 就是有日有夜, 其他人就會, 當時薪里桑曉耀寫了一首詩說那張作品, Precious is sleep, better to be of stone 譯了作中文 什麼睡眠是甜蜜的,成為橫石更幸福 只要世上患有罪惡與恥辱的時侯 不見不聞,無知無覺,才是我最大的快樂 因此不要驚醒我,講話輕聲罷 其實它就是,它是詠詞的 在西方都有很多詩用來詠詞的畫 或者是一個系列的畫 譬如音樂都有 例如Mossowski的圖畫展覽會 就是看了一個展覽,關於Impressionism的展覽 於是它就作了一首音樂去描述這些畫 這種也有 中國其實跟它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其中用提畫師這種的發展 就是它將那首詩寫落畫上 西方它有泳畫或是泳畫 泳什麼都好,但它不會弄下去的 它不會將那首詩寫落那張Painting那裡 寫不住 寫不住 因為油畫它本身不是那麼多空間 中國畫就可以了 中國畫它有很多空間,很多漏白 它可以寫下去 還有,你是不是用一支油畫筆寫下去呢 所以其實就是提寫的工具 中國畫,中國書法它用毛筆,它又可以用得著 還有,畫家本身是否都可以用呢 譬如寫字的書法和那首詩好不好呢 而中國畫家很多是兼善他藝 很多是詩書畫都可以用的 這跟西方藝術很不同的地方 中國畫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也都是我今天想要說的就是詩書畫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說的就是詩書畫 詩書畫這就是畫上提絲 或者我們叫做提絲的畫 即是那張畫是有提絲的 我叫做提絲畫 其實它最早是一種畫站的形式開始 即是畫了一些圖像 然後在上高寫回圖像的名字 或者可能加幾句話 它不是詩書畫的 純粹是一些記錄文字 是說明性的文字 譬如寧英國那些功臣 這個是誰 都會有寫的 這種我們叫做畫站類型 其實在漢代的蔡翁 它是最早記載 說它當時曾經畫赤泉侯五代將商於這個省 然後也都命它為讚 即是寫了一些文字 及畫 所以當時它所謂時清三美 就是它書法它寫的讚 還有它的畫 即是三樣東西是放在一起 即是它當時是三樣東西都行的 其實這些所謂的詠畫 現在所知屈原是最早的 即是它的天文 王日的楚遲章他有提過 它見到楚有先王的廟宇 塗畫了天地山川神靈 以及古然性怪物的行事 很累 休息於其下 幕後頭看到那些壁畫 接著就一書其壁 這個就是天文 即是它在牆壁寫下來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種很早的榮華的文字 蔡翁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說這個 接著 晉王義 這個其實是王羲之的老師 他本身就是書、畫、文學、甚至音樂都行的 這個是東進 另外東進之頓 他當時也曾經有一首詩 叫做《詠禪詩道仁詩並聚》 曾經提過 宣長樂作道士坐禪之象 並而讚之 接著他就撩住詩一首已繼於左 即是指頓在那張畫後面 左邊再提了一些字 提了一些詞 所以這個應該是比較最早的提款式的提畫詩 即是直接在那個畫裡面去提了這個詩 這個就是武良詞 你會看到上高畫了很多 這個是曾子的 是講曾子疾孝 你會看到他畫了很多 中間有些文字 文字寫著曾子疾孝以通神明 冠錦神子著令來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畫棧就是這些 即是說是一些銅像 在上高加一些文字 這個是河北望都一號武 譬如這些門下小李、門下公曹 這些都是在形象上高加文字 其實這個就等於在迫上提字的開始 東進顧開知這個是傳 當然 他就會在他的女士針 是張華的女士針 即是女士針就是一些針言 即是教導婦女應該要怎樣才做一個好的婦人 他就畫了一些這樣的圖 用了張華的針言 擺在上高一些的旋名 這個人含之其容 人含之修其容 目之色其勝 聖之不色或之禮正 虎之尖之黑念作聖 即是說人個個都知道要整領自己的樣子 但就不懂得整領自己的聖情 如果樣子不修飾得好些 當然不是那麼好 但樣子弄得不好 當然沒有禮 但那個德行其實都更加重要 即是他就講這些事情 旁邊那個就是出其言善千里認知 苟逢詩意,同襟而疑 即是說如果你說的事是好的、對的 千里都會和應 如果你是違反這個公義 就算同襟共枕的人都會異議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提畫師應該是在提畫站 和詠麥斯結合的基礎一路發展出來的 唐人有很多在逼上提詩 即是說因為他有很多逼畫 在逼上就直接提� 這裏都引了一些 譬如唐人的詩也有六字畫卷及畫逼者 譬如秘書省涉跡他畫了賀之章提�詩在東秘書廳 這些全部都是表明當時有很多逼上提� 當然當時有逼畫 其實也有那些卷軸的畫 也都有屏風畫、有些線 這些都相信他們都應該會在那些地方 都會直接提� 因為這種習慣是很正常的 王維有一首詩叫《與崔興忠寫真詠》 即是說他畫了一張東西 《與》即是送給崔興忠這個朋友 他在那裏就提到 《挖君年少時》 《如今君以老》的啟字不是 《今時新適人之君救時好》 這首詩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最早知道是畫家自己提自己的詩 因為王維寫這首詩 說得明是送一張像 即是畫了一張像 就是崔興忠幫他寫真 他就送了這張像給他 而有這首詩 究竟這首詩會不會都在那張像中呢 不得而知 但至少這首詩是王維提自己的詩 提自己那張畫的詩 他就說得到空前發展 這個就是一向大家都認為 畫題圖畫 即是說 你那些詩直接提到你的圖畫上 始至蘇米 即是認為是由蘇東波和米忽開始的 大部份都拿這個看法 就是蘇東波開始 因為其中有提過他 他曾經提詩在他的表哥文童 文宇河的畫上高 《不宋》這班人全部都是 據說是書、畫、詩都好 有些文獻都會說到他們之間 有自己提自己的詩、自己的作品 流傳到現在就是宋徽宗 最清晰的就是宋徽宗的作品 這個是蘇式的蕭雙竹石圖 不過這個就沒有他的親筆 在上高寫的書法在裏面 這個都是他的作品 反而後面就有提到米忽的提�詩 即是說在這張畫畫完之後 有個人就… 這個人就… 潤州七雲逢宣書 即是蘇東波送給這個人 這個人就在這裏提詩 提完詩之後 米忽又禍詩 即是次雲禍詩 這個已經是很多交流在裏面 其實在宋代最早的穆克版畫 即是畫譜 就是宋百人的梅花起神譜 它已經是這種方式 就是它畫梅花 跟著左邊就有一首詩 明白嗎 即是每一頁都是一張畫 跟著一首詩 即是那種配合 這個是邵寶芝 都是南宋所謂蘇門四學士之一 上高就是黃俊興 就是所謂黃仙的駙馬的提詩 邵武舊 即是邵寶芝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宋廢宗 當然它是後一點 它已經北宋三末 它就是畫完之後 就直接提詩 這個就是瑞學圖 這個就是附庸錦雞圖 也看到它自己作詩 自己寫字 自己畫的畫 全部放進去 這個已經是詩書畫 用來看的全世界最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南梅山琴圖 都是它的 其實南宋時期 已經開始多了很多 是詩提到的畫上 不過還不是那麼流行 譬如好像馬倫的《正人山水圖》 而提的人就不是他自己 不是馬倫自己 是當時那些皇后 或者那些皇帝 提下去的 這個 這個就是馬縣的《山敬春行》 足奏野花多字母 被人憂了不成提 或者這個是宋高宗的一首詞 宋寧中提下去 這個就是他的首詞 又或者這個就是趙令陽的畫 然後左邊就是宋高宗去書 《何盡以無瓊與蓋》 《谷殘又有無相知》 這個亦都很出名 《一年好景君衰記》 《正是吉王鏟六時》 還有這個是馮大友的《泰逸》 《何峰》 就宋高宗去書 即是說他一畫一書 一畫一書 艾孫的寫生 就楊王後書 其實南宋很多這些 所謂一畫一書法 這個是趙萬堅 都是宋宗室的 他裏面已經是南宋 進入園 你會看到他的畫 在右上角就是他有提字 後面就是很多其他人的提 這是鄭師肖 《向來虎首問稀王》 《與是何人到此鄉》 《未有花錢開避孔》 《滿天浮動古興鄉》 這就是他畫的欄 這個你要看到 在左邊 他有寫 《丙午正月十五日》 作此一卷 即他提了一個款 幾時作 右邊是提首詩 可想而知他們開始慢慢嘗試 更多在裏面提詩 除了簽名之外 《元代文人畫大興》 胡英倫說 《宋以前的詩人是書畫》 《人國致名》 《即有兼長不過一義》 《聖國則文事》 《閃不能詩》 《詩留美不公書》 《且時旁及賄視》 《亦前代所無也》 這裏說明元代的人是詩、書、畫都精 他們三樣東西都一起放下去 即宋以前詩、書、畫不同 有些人精書、有些人精書、詩 元代就是這班人 《前選》、趙孟虎 這班都是很重要的 他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 他們的作品的詩、書、畫都一起放下去 這個《黃面》 你看到上高題的 中間那個不是 那個預題的 是清乾隆那些 破壞了人家 《吳家洗眼池頭樹》 《個個花開淡脈行》 《不要人誇好顏色》 《只留清氣滿乾坤》 很出名的一首詩 還有這個也是黃面的 其中的一張 你看到左邊有一兩條枝的梅花 但右邊的詩是很多的 所以你看到他先頭那個 有一個提的詩少些 有些可以提很多都可以的 這個下面也是提滿了詩 所以他去到原代 其實詩書畫的融合 是發展得非常之厲害 比起《宋》已經 甚至張手中的《桃花幽了圖》 畫完之後很多人提 當時很多朋友 個個都提 已經成是一種大家好似 好似張歌的方法 個個都參與在裏面 已經去到一個在畫上高 變成一個很新穎的天地 讓很多詩人、書法家、畫家 一起的交流 至於詩書畫融合 我覺得鍾白華提得挺好的 他就說 中國畫以書法為骨幹 以詩境為靈魂 詩書畫同屬於一種境界層 虛靈物我運用 在畫幅上高提詩寫字 借書法以點醒畫中的筆法 借詩句以襯出畫中的異境 而並不上其破壞畫境 因為《柔畫》上高提句 是會破壞寫實的環境 因為《柔畫》當時是寫實的環境 如果你在這裡提東西 它明明是一個假的空間 一個不真實的空間 但就好像真實的空間 這就是中國畫可注意的 明清時期進入高峰 甚至當時有些書 甚至說到 你的畫上提款 各有定位 非可無媒 他補畫之空處 如左右高山 右邊空虛 款即在右 右邊亦然不可侵畫 自行須有法自行 自體物久簡 即對怎樣提空間放在哪裏 用什麼書法 已經越來越講究了 去到明清時 這班都是 提畫方面特別老道 這個是沈舟 這個是唐人 這個唐人 這個你會看 它的提示是由左提向右 秋來院線合收藏 何時家人更感傷 即是秋天了 為何你還拿著把線 應該要收藏 接著他就說 請把無情長世看 大都誰不俗嚴良 因為世太嚴良 大家都世太嚴良 所以我需要拿著把線 所以這也是一種寄意 在畫裏提示之後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點出不了這種寓意 徐衞這個葡萄圖也很出名 他提的詩 本身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笑晚風 不抵明珠無處賣 閒泡閒閒野藤中 因為他覺得財不為勢用 就好像這些野葡萄 他的不抵明珠就好像野葡萄 無處賣 只能夠閒閒閒野藤中 亦都是一種 自己的財不為勢用 朱答這也是很出名的孔雀茅丹圖 孔雀明花與竹萍 竹萄強伴陌生成 如何了得論三義 恰是鴻春座而家 其實他就是諷刺 當時投降了清朝的義臣 兩隻孔雀鬼鬼祟祟 孔雀尾拖著那些靈 很長的靈 其實就是當時清的官後面有花靈 上高就是卯丹花 卯丹即是富貴花 但這兩隻東西 就站在石上闊下尖很不穩陣 諷刺那些人 其實那個榮華富貴都不穩陣 如果他沒有提這首詩 你可能就不能夠明瞭到原來他有這樣的心意 甚至他們更加重要是去到明清他們是詩書畫提款的位置的變化很多 甚至用筆和書法和畫之間的用筆追求一種更加同一 例如黃神的畫法和書法的用筆是很融合的 這是鄭板喬 你看到那些寫字的筆法和用筆 那些竹葉的用筆很相似 甚至他們會出現這些提拔的位置 提斯的位置很多變化 有些就不是以前一行一行或者一個長方格寫滿 它會錯錯落落 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提的方法 高高低低、長長短短的變化 這是吳槍石的 亦是你看到那個用筆用墨 還有就是那個提的位置都是很講究 這個就是講回詩書畫 如果你三樣東西都可以 他們就叫詩書畫三絕 你混在一起 在形式上就是畫上提斯 注視各元素統一 書將詩句題拔原理 組織在一個畫面裏面 而內涵就是題拔襯托出畫的詩情 使畫中有更多詩意 潘先秀就說 唐宋以後的繪畫是綜合文章詩詞書法 印章而成的 其豐富多彩非西洋繪畫所能彼矣 顧不弱 畫事不須三絕 而須四傳 四傳者詩書畫印章是也 這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講的 我曾經在瀋陽大學 詩範大學講過一個課書畫印談四傳 不是三樣是四樣 大致上我們就很快地把課題講完 但我們都知道 VC搞這些活動都很想分享多些畫家的創作 所以我都拿了一些我的作品 我如何實踐詩書畫 詩書畫之間的融合 其實我最早期是1983年 剛剛大學畢業 那時候看了一套片 就是叫《星星月落太陽》 其中一個星星就是柔吻 大家有沒有聽過 看你們的年紀應該有聽過 那時候覺得這個明星很漂亮 很好 那時候又開始畫畫 畫什麼好呢 突然想起柳永有一首詞 其中有一句叫 《為衣燒得衣帶漸歡忠不悔》 《為衣燒得人潮水》 那我就拿《為衣燒得人潮水》這首詞句 來畫這張畫 畫法就是 這個是白頭翁 白頭翁一般是指愛情的 就是白頭到老的意思 現在只有一隻 還在秋天那種 秋天比較消失的環境 就是這個來表達 《為衣燒得人潮水》 這是很早期的一個嘗試 後來也試過畫 《深秋紅齒聖金衣》 都是拿一句詩句的 後來畫整張畫 就找了整首詞 《臨環》有一首提墨竹詩 《深深萬玉,脆含之》 《混此燒燒雨後時》 《吹斷玉,燒寒月白》 《一度清影鳳來遲》 因為我這個是一種脆足的畫法 是很濕粒粒的 含水量很高 這個就是正正 《萬玉,脆含之》 《燒燒雨後時》 我就用了這首詞 來畫提這張畫 《朱熙》有一首詞 《江峰浮迫間,難道日耳耳》 《景碎無人采,含紛自知》 即是說 這些難在野外 是自己去生長 整年都沒有人去採集 含紛自知 即是有點像所謂 《財不為勢用》 你只能夠是自己含紛自知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畫面就是畫了一個在野外的蘭花 是在一個溪邊,很靜的 在裡面去表達這個難道日耳耳 以及江峰浮迫間 這首詞就是這樣的 這首也是朱熙的詞 不是我作的 這件作品就是高明老師收藏了 另外這首是吳如紫的一首詞 它是用白鷹模的 我把這首詞抄寫在左邊 配合長長的效果 我提到很長的 再加上印章 還有這個我也是用了唐人的秋風遠線圖 我也是由左邊提過去的 因為呼應那隻鷹模是由這邊看過去 我就由這邊提過去 讓它有一個呼應 也因為空間的關係 我在右下角加了一個押局章 因為這樣就令到它重心平衡 不過這是印的問題 我們今天不說了 這就是劉孝仙的永足詞 《生生方野外》 《雲爽八層衫》 《無人想高折》 《途智抱貞心》 都是類似朱熙 其實很多詞人的詞 都是一個自憐 和覺得財不為勢用 所以這些詞都比較多 的確 這就是我自己作的詞 我當時畫了這張 一棵水仙 是很清冷的一棵水仙 不是很茂密的 它的姿態也挺好的 我留下了很多的空白 我提了這首詞 《欲顏吹欲破》 即是說水仙的花是白色的 《欲顏》 《吹欲破》很薄 好像吹就穿了 《冰柏影光寒》 就是形容它的水仙的感覺 好像冰柏 寂寞雙非冷 因為水仙用雙非來形容 很多時古代都流行 它好像很寂寞 寂寞雙非冷 它是自足的 孤芳獨自香 這就是我自己作的詞 然後運用下去 再加上整個作品 還有印章的擺位 全部都取得一個平衡 這就是《秦貫》的墨竹詩 這個我簡直是抄秦貫 整首墨竹詩抄了下去 也只是在上高提寫的 另外我後來 2019年我畫了一套竹的拆頁 總共有十張拆頁 我提了一個印手 叫做《虛心十竹》 為何會用金文來提呢 金文是比較厚厚厚厚 以這個作為一種竹的特質 所以我用的書體也要講究 這裏有十張 每張都有一個小的題目 譬如影月、聯鳳淫、奇緣夢 蕭湘雨 這張比較濕濕濕 遙玉好像玉在擺動 聽雨 這些總共有十張 最後我再提拔 最後那張是 敬折虛心不畏寒 乾雲凝趣報平安 這兩句的意思就是 形容竹是敬折虛心 不怕冷 乾雲就是向上飆 但它又很清脆 竹報平安 它又有平安的意思 無由趕下得杯土 這個就說 我們現在生活在城市 都很難在這些大廈裏 拿到一杯泥 那怎麼辦呢 即是你做不到竹 那怎麼辦呢 紙上浪竿 浪竿即是竹 日日看 即是在紙上的竹 你就日日看 這首詩就是講這十隻 這個2012年畫的畫 是重彩的抹骨山水 它又有很多色 我提示就是 白雲浮迫章 丹樹已清幽 有清幽 即是清的山 藍的山 清清綠綠的山 春色無窮好 春色很好 平生獨愛秋 很直接就是 我就是喜歡秋天 這個是用了焦墨法 焦墨法是明清時期發展出來的一種墨法 它是用很乾的墨去畫的 它不濕潤的 但是你畫出來 你乾得來 你要覺得它潤的 不覺得是很乾的 那我就提示 就是濕濕 呼號乾肉裂 即是形容這種的焦墨 沉沉的渴墨泛圓乾 雖然它乾 但是你乾得來 你覺得它比較沉著 而且泛一種黑色幽幽的乾 這個是焦墨法的特點 即是畫得好的話 還有《閒來洗盡靈花語》 《閒來洗盡靈花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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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仍環一 הר舊 《閒來洗盡靈花魚》 就是那個《閒來洗盡靈花魚》 閒來洗盡靈花魚 因為我不使用墨 用很少很少的墨 所以我就寫一個詩 《閒來洗盡靈花魚》 《閒要洗盡靈花魚》 因為 flat Paint Mi .... 水月悠悠 寫芒枪 就是这种网网瘡瘡的招蜜的趣味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画了一只白色的兽带 在月光底下,在桂花丛中 念爱荣荣月,窗前淡淡风 忽然来好鸟,相伴桂香中 当然这个相伴是鸟和桂香 亦都是我和他们相伴的意思 这是我去南岸档写生的地方叫梅雨潭 那些梅雨墨很有趣,那些墨布流下来 因为擠起了好像彈起了一条白色的丝 好像肉似的 所以我认为八年出幻阔 因为它在前面就是一个山 不是很高的 所以出幻阔,百年就是那些瀑布 非猪碎肉丝 那些水就好像玉的丝一样彈开 山琴行对雨 就想表达这里不仅仅静 它是好像有些雀仔在那里叫 梅雨纳多时 梅雨纳多时 因为这里叫梅雨潭 梅雨纳多时 梅雨纳多时 不仅是山琴 也是画家梅雨纳多时 也不仅是梅雨潭 是在这种天气之下 这个是送给太太结婚28周年的作品 如果您就这样看 就两只兔子没有东西 如果您提到的首诗就好些 首诗叫做《玄逸涉趣》 禅宫非所慕 禅宫即是月亮 因为月宫有兔子 我不是我们所羡慕的 元普共上阳 即是在元上阳就可以了 元白皆无外 即是元即是黑 黑和白 夫妇之间总会有争争 所以好像黑套和白套 无外 无问题 元中日月长 即在元中的岁月还是很长 这个就是送给太太 那黑色当然是我 这是写生大龙秋瀑布 但龙秋瀑布在上高 水一路一条很长很长的 直涌落底 撞起底下 那些声音是融融的 我就提了两句诗 九天银河落 冤阁起潜龙 就是形容这种声音和感觉 这是燕子洞 是在越北的一个地方 很有趣的 有一个山 山有一个洞 洞就有一条溪一路流出来 旁边有条路 在左下角有条路一路走入去 那条水一路流出来 上高就是 你看到这个洞一路深入到很深入 我就用了潑彩的方法来画 岩深藏太古 即是岩石深到好像 将天地的初开在里面 藏着太古 跟着水淨出鸿蒙 因为那些水不是很洶湧的 是慢慢地流出来 好像在里面 就有一条鸿蒙 即是那些古代的 那些裂开的鸿蒙 多小兴王氏 尼南燕雨中 又竟然去生情 即是你看到这种天地 好像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还有这种很古 好像你看到天地 尘不能以一顺 即是完全没有 躬动到的 你说那些什么 多小兴王氏 又是朝代的更替 又是国家 多小兴王氏 尼南燕雨中 其实就好像那些鸟仔 在聊天 那种画法就是在右上角 就画了一小小的 红色的夕阳 即是表达那种蒼桑 即是天地 最后一张就是这个 这张其实不是画来的 即是它本身是没有印出来的 它是用电脑做出来的 你是可以印成一张画的 现在好像很流行的 它叫N什么画 即是登记就可以买到 这个就可以了 这张画在左下角的那种 就是我画的 但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宋人的画 那些名作里面的画 我就拿了那些画 加入我自己画了一张 就拼湊出来 再加上那些很多印章 都是我黑的印章 然后我就用一种送体字 好像人家印刷体的字 就提了一首诗 像是黑色的衣服 掛着一些金色的首饰 因为它的嘴和爪都是黄色 好像是金色 好像黑色掛着金色的首饰 就是形容它的形象 能言解语惹人苛 这个就是说八哥 他懂得模仿人说话 所以那些人喜欢八哥 能言解语惹人苛 然后就是单清妙手留身影 即是历代很多高手画八哥 所以单清妙手留身影 接着画样撩番学八哥 画样就是指 古代他们画画 有很多画的sample 就是画了很多画的样子 我们叫做画样 我画样撩番 我就重视唐宋元明清的八哥的画样 学八哥 我就学八哥 即是模仿人 明白吗 即是八哥就模仿人 我就模仿八哥去模仿做了这张东西 接着就是这样完成 所以这张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当代性 这张也不是画来的 是一个画 但我都未刷过出来 差不多了 大致上就是 我今天要讲的基本上 都讲得比较急些 始终都多些东西 但我又想不到剪些什么 因为剪得太多 又好像不太完整 因为 其实你只是讲 诗书画 即第九种 诗书画 其实已经可以一个读书 但我又很想 给大家去明白 原来 诗书画 即ABC 这三样东西 原来可以ABC ABC 然后DC 其实有九种 即是混合的 不知道 大家可能写书画 你又想想 诗书画 可否在里面 画书 即将画 滲入到书画里面 可能我写的书画里面 一路写 一路写 突然出了一两个画的形象 就是变成 会不会有一种创作 创新 大家可以回去考虑 多谢唐教授 我们事不宜迟 不如争取机会 去选择一些现场 或者网上的观众 去问一下问题 请唐教授解答 不如先请 现场的观众 会不会有人有问题 可以举手 我们同事会大咪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 网上的观众 好 这位 其实西方都有些 譬如现在在纽约 有Barbera Cougar 好像MOMA 它的文字 它又是画 但这个现代 可能它又是灵感来自 我们中国的野人士 Barbera Cougar 我记得在西安碑林 有一个竹来的 但它竹里面是纸 即是一首诗藏在竹里面 我不记得它的名字 但就是港三国 我认为这种 混合的方法很多 不过我们都是第一 首先就是本位是什么 譬如你这张画 你是融入一些 书法的元素下去 它也是画来的 所以譬如西方它们的用法 就是 为何我们说它 和西方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 因为如果西方一张 譬如一张油画 你怎样可以摆到一些文字 是 所以古的那些 就应该 他们不会 以前那些 15世纪 renaissance 就不会 就算它 譬如 你怎样将一些文字 摆到 impressionism的画 它就未必可以 因为 有些客观的限制 中国画 它就是因为它留白 比较多 它就可以 而且 因为中国画 不是一种幻象式的写实 它不是画到很真实的东西 所以你在一个不真实的东西 有些字在上高 你不觉得奇 如果你画了一张很写实的 一张 譬如你画这一道空间 写实都不得了 突然间有些字在那里 你就会破坏了这种写实的幻象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本位 所以 刚才无提的那些就不算数 譬如徐兵那些就不算数 徐兵那些就不算数 徐兵那些 其实 它有些做出来是一个版画 有些它做出来 它就是一种installation 我觉得就是installation 不过它用中国文字的内容 它仍然是installation 我不会说这个叫书法 是installation 就是不算书法 是的 好 那网上的观众也有一条问题 他就想问一下唐教授 如何去欣赏 诗书画结合一起的作品 如何为止协调或者不和谐呢 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 但是极难答的 甚麽为之好 其实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 其实真的多看 这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当然你找些好的作品 其实也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 而且你看看他们的诗 他怎样提到诗和作品之间的融合 当然书法就是他提的时候 那些书法不太差 通常那些叫做经典的画 我觉得其实真的多看 其实最理想 不只是多看画 即是有书有诗的画 不是多看书法 多看诗 多看画三样东西 即是你不要现成就是 我一看就看了有诗有书的画 那就好 因为那里你已经是混合了 其实你应该是三方面的修养 所以其实三绝 他们不是一学就学一种 有诗有书的画 不是学这样东西 他们是分开诗、分开书、分开画来学 譬如我都是这样的 我书法、学诗、学画 我都是分开来学 然后分开来学 你再去看它混合 你就看得多了很多东西 你就会明白多了很多东西 那没有的 你一生的时间 一样东西都学 一样东西都去欣赏 你一路看一路享受 你读诗 一日读几手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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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越来越 其实所谓修养就是这些东西 你觉得这个人 他比较文雅的 可能就是他有这些修养 他觉得多 其实他就在逃野自己 所以我们看一些画 其实看一些画 知道个人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 那些画 就是很躁的 有些画很弱的 其实你完全是个人的修养力 好的画 好的画是静的 如果有些画很躁动 令你发来发去 其实一定不会是好的画 因为历史上 我们看到好的画家他们的作品 他很有气派 譬如画山水 但那种气派 都是一种好像 在太古就有的 一种很静的深度 那些画是很好描述的 我经常说中国艺术是吸你进去的 所以你看到泛宽溪山行女 很宏伟 但你是很被他吸你进去的 你看到那些行女的人 你个人可以居可以游在里面 你可以很享受到那种感受 所以我们说 静不是指那件作品要很平 那些山石造型要很平 很純 不是的 你可以很宏伟 但宏伟得来都是静的 你想想 我自己去旅行去看大峽谷 他很宏伟 但那种感觉很静的 你真的去看到那种感觉 他让你个人 直接好像不知人间何世 真的看到那种景 其实就是类似 很宏伟的画 但他是静的 好 那我们再问现场观众最后一条问题 多谢教授 刚才教授给我们看的桃花优了图 桃花优了图 其实我们生活化上 香港可能都是会有的 最近有很多的 有张大负责卡 要负责人去移民内地 有人画了一些东西 其他同事都会提据在上面 这个又很像 《桃花有了图》 一个我们今天的生活化的一点 是的 我也记得 我也有一张 叫做生日卡 我在大学教的同学 没有人写几句 祝我生日快乐 那张就是 那种桃花优料图 当然分别就是 他们就是那几句 即快乐 食得好穿得好 那些 都是类似 其实都是一种交流 所以我想中文艺术 就很可亲 有时某程度和西方 都是几不同 它可以是一件作品 大家一起玩 可以透过这样 好像开展一个天地 互相交流 这些都是挺特别的 我都觉得 好 那今天多谢唐教授的分享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 支持今天的开港 在10月29日 香港视角艺术中心的开港 就会请到 香港艺术家何善彤担任港者 记得留意 康民署娱乐频道 互动家01 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节目 记得不要错过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的话 欢迎登入以下的网址 或者扫描QR Code 或者继续追踪 我们娱乐频道的网页 和香港视角艺术中心的网页 Facebo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